东华副校109学年度将开设极限单车社团 成为花莲县第一个引进极限单车的国小 提供学生们更多元化的课后活动 而为了吸引孩子们加入社团 7号校我特别举办了挑战极限单车骑士展演活动 有精彩的极限单车花式表演及互动式的趣味教学 让现场师生们体验到极限单车的魅力 校长包明军表示东华副校对推展社团活动 及提倡正当的体育风气相当重视 为了增加社团多元级趣味性 在109学年将要增加极限单车社团 这也是全花莲第一个引进极限单车的国小 学校里面的社团有好几个 我们去副校大概有50个社团左右 里面有打球了有艺文类的有才艺类的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挑战极限的社团 我们是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们认为可以给孩子再多一点的选择 有一个多元的社团提供给孩子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课程上面 在几个月前我们就开始再进行来讨论 那嘉辉教练也非常的认真 他就找了几个他的教练团 共同来去设计我们该给怎么样孩子 怎么样一个值得他吸引他的兴趣的一个社团 来让孩子们来学习 这个社团的推广是获得县政府文化局认可补助 希望可以培养更多元的艺文人才 让艺文展演向下扎根 Vstyle单车创演 他们其实是今年在文化局第一个立案的一个单车特技的一个立案团队 那我们很希望说借由这个团队能够来补及 能够来让花莲县的学校或者说这个社团 能够来因为有单车的一个特技的一个表演 能够让他更加的一个生动跟活泼 那其实这单车特技呢 他只要经由正常的一个课程的训练推广 其实他的危险性是相对降低的 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一个单车特技的一个立案团队的一个成立 能够来更加帮助学校跟这个表演团队的一个推广 7月7号东华富小举办了挑战极限单车骑士展演活动 由专业的教练林嘉辉安排规划 邀请从六岁到国小以及青少年组的选手展开各种极限单车的花式特技表演 包括了定点平衡360转体 神龙白尾还有飞跃人墙等高超技巧 让现场小朋友们尽声尖叫 欧华富小校长包明军表示 极限单车将由学校出资购买 让参与社团的同学在学校练习 而由于设备及师资的限制 极限单车社团一个选期名额只有12位 想成为极限单车好手的学童 报名动作要快 而校长更希望能够让极限单车成为东华富小的特色之一 最终会欢迎视报道 仔细ina